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一款老游戏在改版后 UI变得非常糟糕而直接弃坑的经历 陆服的三幻就是其中一个 我因为忍受不了差劲的UI设计 而没有继续玩下去的游戏 如果不是因为听说国际服的三幻做了很大的改动 我大概也不会下载来玩了 对于国际服的UI 我只能说是又爱又恨 爱的是他把陆服很多不合理的地方都改进了 恨的是他把很多陆服原来就做得很好的地方也改掉了 真的让人哭笑不得 我们先来说国际服做得好的部分 之后再来看国际服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向陆服学习的 首先 国际服最好的改动就是把战斗的开始和跳过的部分 都放在了画面的右下角下 陆服的开始有时在中间 有时在右下角 但跳过却是在画面的左下角处 用起来非常不方便 你可别小看这一点点的改动 它会影响到你整个游戏体验 在三幻中需要战斗的部分非常多 当中就包括了奇侧和山河 如果不是因为国际服把按键都改在了同一个地方 你就很难用连点器去刷奇侧 在陆服还有很多类似的游戏模式 需要你每天上线去点十次 在国际服你可以闭着眼睛点 但在陆服你不能 再来是山河的部分 陆服的山河只有在下一张地图开启后 才会开放自动挑战功能 除非你不要这些快速通关奖励 否则这三百关你都要自己手动的一个一个点下去 这还是人玩的吗 我玩的版本比较早 当时就连黄天 主线副本 阎武那些都是无法一见的 不过没关系我忍了 但这山河加起来 可是有千多关要打的 每一关都要这样点实在太折腾人了 于是我就气坑了 好在国际服的山河 一开始就可以自动挑战 不然我大概也要气坑了 再来陆服在使用包子探索时 是不能像国际服一样一次把体力耗光的 不管你开多少个包子 都只能十次十次地慢慢来 在培养冰服时也一样 一次只能培养十次 玩久了后 你就会感觉每天上线 都必须很忙地在那里一直点一直点的 不知道自己在玩什么 点久了你就腻了 国际服在阵容调整方面也做了很好的优化 国际服在编队的画面中可以直接点击换武将 但陆服就没办法 你只能返回阵容画面再点击换人 非常不方便 国际服还有很多优化的很好的地方 这里就不一一指出来了 现在我们来看有哪些地方是国际服可以向陆服学习的 天下试炼 当你通关得到降魂后 第一个想做的一定就是去升级降魂 在陆服你可以直接点击左下方 跳转到降魂录去非常方便 但在国际服就没办法 在山河上也是同理 当你打不过时就会想拿资源升射计 然后再尝试继续通关 在陆服你可以在拿完资源后 就直接点击进入设计店的页面升级 但国际服还得再退一步才能点进设计的页面升级 另外陆服在领取已通关资源时 是可以选择直接使用全部的 非常方便 在补星的时候 陆服这边会清除写明补星条件 让你可以一次过将相同条件的星数补完 然而国际服这边的补星画面却是这样的 这些都是国际服可以优化的部分 希望官方可以赶紧安排 顺便一提 在陆服300人的通关增益只有这样 800人通关的增益也只有这样 国际服的玩家们 你知道你们有多幸福吗? 汉中争霸 希望国际服也可以在汉中界面中增加一个号书 让军团长来指示汉中相关的攻略 这样就不需要在不知道打哪里时 还要特意点出去看公告或邮件了 最重要的是在这里可以讲别团的坏话 而不会被人发现啊 这可比公告好使多了 另外 在陆服是可以有1、2、3个急火点的 这也有助于军团长发布指示 最后就是在陆服的战报中 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自己的防守表现 这样就可以知道自己的防守队伍到底绩效如何了 这些都是很好的功能 也希望国际服可以早日优化跟进 组队讨伐 陆服的组队讨伐有自动加入功能 这个功能真的超方便的 可以大幅节省双方找人的时间 强推 将魂陆 在陆服点击一键激活时 会优先消耗将魂任选 这样就不需要自己再到背包里去打开需要的疆魂了 灵宠符文 陆服会自动将多余的灵宠碎片转化成符文碎片 我们只要点击一键使用符文就可以了 省去了将碎片转化的过程 战魂的部分 国际服很天才的将背景改成了和战魂相近的颜色 这让我在一开始玩游戏找战魂时看瞎了眼 希望国际服可以改回和陆服一样的 一眼就能分辨的背景颜色 虽然老玩家已经没有这个困扰 但三幻还是会有新玩家的吧 战灵一键养成 这和抗灭排列一样 让人满脸问号的改动 陆服的一键觉醒是可以将战灵合成至蓝色 蓝色二星 紫色和橙色的 国际服不知为何首多 将战灵合成改成了蓝色一星 这可能会导致很多蓝色战灵被浪费掉 对于喜欢自己手动合成的玩家非常不方便 希望官方可以考虑将它改回 只合成到蓝色就好 专五 陆服在点击更换户又专五时 是直接用头像来显示装武护佑在哪个武将身上的 一目了然 而在国际服这边 你是看不到装武护佑在谁身上的 这样在拆装武的时候是很不方便的 希望也可以尽早优化一下 碎片 在陆服采用的是高智慧人工智能 精准体贴便捷开箱系统 当你在使用任何碎片时 只要点击最大按键 系统就会自动计算升级到下一集所需要的碎片 这完全是已经把数学还给老师的玩家们最大的福音 而国际服在使用最大碎片的时候是这样的 另外陆服在武将升星时只要点击使用任选碎片 系统就会自动安排开启需要的碎片了 非常方便 这也是国际服还没有优化的系统 红包 什么这也有好说的 确实有 陆服的红包是独立显示在军团界面的 只要点击就可以打开红包界面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陆服的红包排列方式是由大到小 而且是有一件领取的 国际服似乎并没有固定排序 通常大的会在下面 但有时也会大小掺杂在一起 在有一堆红包的时候 就得往下拉去找大红包 会比较不方便 最后是国际服的商店排列 在最新的版本里 新增了竞技商店这一栏 里面有竞技和英杰商店 这个排列方式和陆服是一样的 但问题在于国际服的远征和SP5将使用的货币 和竞技商店一样是荣誉勋章 将两种使用同样货币的物品分开来摆放 使用起来会很不方便 希望官方也可以考虑将远征和SP5将摆到竞技商店这一栏里 陆服的SP5将是用元宝购买的 所以并没有这样的问题 好了 以上就是个人认为三幻在UI的部分 未来还可以改进的地方 如果你认为三幻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的 也欢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 发表自己的感想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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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